这是一种奇怪的生物 它遇水就能满血复活 而且生长速度极快 它有着长长的触须跟透明的身体 这种生物就连生物老师都没见过 更诡异的是 这条虫子还可以一分为二 生物老师胆子大 想伸手摸一下 生物老师的手瞬间就被咬破 于是他决定把虫子送到大学去研究 可谁知晚上就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女校长回到办公室拿东西 体育老师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二话不说 用铅笔戳穿了校长的手心 校长见状开始疯狂逃命 眼看终于要逃过体育老师的魔爪 可是突然旁边的女老师举起剪刀 几下子就刺死了校长 第二天学生们照常上课 没人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只有一个叫阿伟的男生察觉到了异常 他在教室里看见体育老师在操场傻站着淋水 他跑过去打招呼 却被体育老师大声训斥 体育老师平时对人很和蔼 根本不会骂人 这让阿伟觉得有些奇怪 阿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丽莎 于是两个人决定去办公室一探究竟 阿伟跟丽莎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 可是突然老师来了 两个人急忙躲进衣柜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体育老师居然变成了怪物 亲手杀死了校姨 丽莎被吓得坍坐在地 体育老师听到了响声 还没等他动手阿伟先发之人 带着丽莎跑了出去 在路上两个人还碰到了校长 他们把事情告诉了校长 可以转头 女校医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阿伟觉得大事不妙 于是他报了警 可是佛波勒来到这里搜查了一番之后 并没有发现异常 看来所有的老师都被感染了 第二天学生们就开始排队去办公室 出来后每个人都开始疯狂地喝水 种种迹象让阿伟想到那条虫子 几个人来到实验室 却发现虫子不见了 这时生物老师出现 阿伟当场就识破了他 生物老师也不再隐藏 他上来就要感染众人 危急罐头 大山掏出了一只利尿剂 就扎向生物老师 本来是无意间的举动 大山却发现 利尿剂竟然是虫子的克星 于是众人一同来到大山家里 他们拿了一只小白鼠做实验 滴上一滴水之后 虫子很快钻进小白鼠的体内 看来虫子已经可以控制宿主的身体 经过大山对虫子的解剖发现 这种生物应该有一个母体 只要杀死母体 就可以彻底消灭它们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每个人都要注射一只利尿剂 以免他们当中有人感染 万万没想到 利沙早就被感染了 她趁乱打翻桌子逃离了这里 跟着利沙应该能找到母体 于是他们一路追了上去 众人来到了体育馆 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 小镇上大部分的人都来到了这里 他们得赶紧找出母体 不然所有人都得嗝屁 这时阿娜突然看到了校长 她应该就是母体 于是众人把校长骗到了体育馆 阿强趁机将她控制住 大山则是一枪解决了她 为了验证校长是不是母体 阿强打算亲自出去查看 可来到了操场 阿强却发现体育老师依旧举止怪异 看来校长并不是母体 与此同时 馆内的金发妹突然偷袭了安娜 原来她才是母体 金发妹一路追逐阿伟两个人 她最终把安娜拖入水中 就这怪物要动嘴时 阿伟急忙将安娜救了上来 随后阿伟独自将怪物引开 等怪物追上时 阿伟启动了看台开关 她钻进狭小的座台下面 怪物也紧随其后 此时看台正在慢慢收缩 阿伟凭借灵活的身法钻了出去 怪物却以为体型庞大被活活挤住 阿伟拿着利尿剂扎向了怪物 这一针下去 怪物终于被消灭了 至此 所有被感染的人都恢复了正常 阿伟成为了全校英雄 最终还抱得美人归 影片到此结束 好了 我是破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